但随着双11热度的退区 相信不少玩家都已经买到了自己心意的产品 然而AMD与NVIDIA之间的斗争并未就此停歇 甚至是越来越激烈 至于苏妈的RX6000系列也即将在18日正式发售 但老黄这边也并为松懈 持续地展示着自己的刀法 除了此前的3050Ti之外 现在又有了3050的消息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根据此前的消息 我们已经知道了 除了RX3070以外 老黄还有RX3060Ti RX3060以及RX3050Ti 但这三款型号的显卡 国内售价应该都会在2000元以上 这肯定过不起作为钉子户 CTX1060用户的换卡欲望 所以要想这部分用户更换 就必须催出一款售价更低 性价比不亚于1060的RX30系显卡 而这就应该是最近曝光的RX3050了 根据推特用户的爆料 目前NVIDIA已经将RX3050的部分规格参数 公布了出来 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开发了 具体来看 RX3050同样会引入 采用三星8nm工艺的安培架构 将会基于全新的GA107300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CODE核心 配备了4GB的GDDR6显存 位宽为128bit 但也可能会采用与RX3050Ti一样的 位宽为192bit的6GB GDDR6显存 整卡功耗约为90W 这意味着RX3050可能会采用6加6Pin式的供电接口 对GTX1060的用户来说应该会非常友好 至于实际的性能表现 现在来说还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如果要与上台产品TX1660Ti和Super相比较的话 TX1660Ti拥有1536个CODE核心 1660Super拥有1048个CODE核心 这均比RX3050的核心数要少 甚至有可能比RX2060还要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3050的前追是RTX并不是GTX 这也就意味着RX3050同样会支持光线追踪 以及DLSS技术 所以它已经作为AVIDIA首次下放光追技术的50系显卡 除了规格与性能外 价格自然也是玩家们所关心的 由于之前的产品GTX1050Ti与1650均在150美元左右 那么RX3050的售价也应该相差不大 但由于有了光线追踪的加入 那么它的最终售价应该会高于150美元 但不会超过200美元 大概国内售价应该会在1500左右 如果不被砍的话 那么RTX3050很有可能将会去GTX1060之后 又一块甜品神卡 并且还会将DLSS和光线追踪技术 带到普通玩家的眼前 所以你们会期待RTX30507块显卡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DAM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